那么上节呢,我们讲的曾国藩十二个字中的住 这节开始呢,我们讲他的第二个字,耐 耐是什么呢?耐烦 耐烦就是要耐得住烦躁,控制好情绪,调整好心态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情绪管理 作为一个职场人士,不管你是领导还是下属 你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话你不想说 有些事你不想做,有些场合你根本不想出席 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想见,但是必须说,必须做,必须出席 必须见,心态经常处于一种烦躁的状态 尤其很多事情的进展呢,未必尽如人意啊 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挡住你的路 所以心态经常会处于一种焦躁的状态 人生不如意识长八九,职场人士尤其如此 那么曾博华一句话叫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你既然做了一个管理者,做了一个领导记住 耐得住烦躁,控制好情绪,调整好心态 这是首要的原则 那么他又说,若遇棘手之计,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尤其遇到事情不顺的时候,你很焦躁的时候 这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从耐烦这两字痛下一番功夫 他跟别人写信说,五福官多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官 他的官做得也够大,但是我也要尝尝干什么呢 在耐劳忍气四个字上做功夫 我也必须耐得住劳累,我也必须忍得住气恼 那么他认为做一个管理者,最忌讳的是什么呢 他就是耐不住,轻易地发牢骚去,怨天尤人 他说你一个人,牢骚太多,未来的前途肯定不会顺利 他说因为你无缘无故地去抱怨老天,怨天 老天一定不会允许,无缘无故地去抱怨别人,尤人 别人一定不会辛苦 我们各位可以想一想自己身边,如果有这样一些朋友 天天抱怨,天天怪罪 这个姿态能够摆得比别人低 你的成就就会比别人高 什么叫能忍人,私能胜人呢 你能够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 你就可以从所有的人之中胜出 这话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我们看对一个人的发展和一生的成就来讲 才能就是智商这些东西,当然很重要 但是你看控制情绪,协调关系,整合资源 这样的一种能力,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情商 其实更加关键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吉分校有一个研究小组 曾经做过一个报告 他们就想搞清楚对一些一流的领袖 他们的成功来讲 情商和智商所起的作用 占的比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们跟踪了大量的一流的政界的领袖 商界的领袖,军界的领袖 搜集了大量的数据 做了精细的分析 最后形成了他这个研究报告 得出了结论 那么他们最后发现 对这些一流的领袖 他们的成功来讲 智商所起的作用是7% 而情商所占的比例是93% 我当时一开始看到他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个跟平时我们的直觉 我们的预期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是你再仔细一下 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因为他跟踪的都是一流领袖的数字 我们知道一个人地位越高 职位越高 这个时候靠你自己能力打天下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关键是能不能让更多的人 心甘情愿的为你所用 这需要什么呢 需要情商 所以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 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的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是一批高智商的人 被一批高情商的人 所领导的社会 如果你仅有高的智商 你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成为一个技术人员 但是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 好的领导者 必须有高的情商 所以郑国家讲说 若尽情亦往 什么叫尽情亦往呢 就是不管不顾 是由的性子来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甚至跟正面冲突是外 那则所向动成经济 你所去的那个地方 到处是次 所有的人都跟你做 对你格格不入 人际关系一塌糊涂 何能有机于事 这个对于做成事 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我们看这段话 几乎就是曾国藩 对自己中期做事 失败的一个反思 他当年为什么败的一塌糊涂 就是由的性子来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最后败的一塌糊涂 所以后来李鸿章要出来带怀君 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封信 提醒他说 你要想带好兵 两条 哪两条呢 第一 贵在忍辱奈凡 第二条是贵得人和 首先第一条 一定要忍得住各种各样的侮辱耻辱 耐得住各种各样的烦躁焦躁 第二条就是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 上上下下的关系 左左右右的关系 里里外外的关系 都要处理好 其实我们看这两条就是一条 你怎么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 首先必须忍辱耐烦 首先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我们看一个例子 同样是在乡君里面 同样是处理跟关文这一个人的关系 胡林义和曾国权这两个人 一个耐住了 一个没有耐住 最后的结局是截然相反 关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关文是一个八旗子弟 我们知道到了曾国权这个时候了 八旗子弟基本上已经成了 顽固子弟的代名词 关文是一个典型的八旗子弟 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玩 他能玩出花样出来 但是要玩就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 他的精力根本就没放在 关场这些事物的处理上 所以关场的事情都废掉了 第二 要玩就要花钱 他都是高消费 那么这样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做官 就经常让自己身边这些人 他的厨师 他的门兵 他的小妾 他的下属 给他弄钱 使用能弄来钱供他挥霍 谁就是好人 这样一个人 所以到一个地方做官 经常是把这个地方的官场 搞得是一塌糊涂 关文做的什么职位呢 胡广总督 胡广总督我们知道也叫两胡总督 关两个省 湖北湖南 衙门在今天的武汉城 朝廷为什么把官文这样一个人放到武汉 来做胡广总督 其实很简单 湖北号称是天下之中 武汉是九省通区啊 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这个地方朝廷一定要放一个自己人 所以这是官文做胡广总督很重要一个背景 那么胡立义是什么人呢 胡立义是乡军的二人物 大家可能都知道曾国藩 未必知道胡立义 其实胡立义这个人当时名气很大 地位很高 曾胡 曾胡 曾国藩 胡立义 才能突出战功捉住 湘军里面地位很高 他做的是湖北巡护 那么湖北巡护和胡广总督啊 他的特别是什么 同城为官 衙门都在武汉三镇 无非是一个江南一个江北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跟官文这个胡广总督 同城为官 一个总督一个巡护 衙门都在武汉城 但是无非是一个江南一个江北 那我们知道清朝啊 总督和巡护职责划分 本来就不是特别清楚 总体来讲 总督偏军事 巡护偏民政 但是总督也可以管民政 巡护也可以管军事 很容易打架 其实这是朝廷有益的设计 让你总督和巡护相互牵制 谁都造不了反 但是容易制造冲突 那么关键是 胡内义和官文啊 他根本不是一路人 官文是一个玩腹子弟 一心想玩 而胡内义是一个 有使命感的一个人 他一心要把太平天国 镇压下去 那么他很清楚 自己做湖北巡护 他的任务是干什么 就是要把湖北治理好 把湖北变成 湘军的后勤基地 湘军在前面打仗 要人要钱 要粮食 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 要人给人要钱送钱 要粮食 与粮食 所以湖北一定要这里好 但是胡内义做了 胡闭巡护以后发现 湖北的官场 在官文的操控之下 搞得是一塌糊涂 湖北所有问题的根子 都在官文那里 那么他就意识到 如果官文这样的人不敢走 湖北根本就没法治理 这样一来 他就开始做一件事情 搜集官文的材料 要给皇帝写折子 弹劾官文 把官文扳倒 这个折子已经写出来了 转为发出去 就在他也发出去之前 有一次呢 他跟当时在湖北管梁牌 就是管后勤的一个人 叫燕敬明 这个人后来做过户部上书 才能够部长 跟他聊天 聊着聊着 无意之中 胡理义就把这个的想法 给透露出去了 燕敬明跟他讲说 你千万不能这样做 说你想想朝廷 为什么把官文这样一个人 放到湖北来当总督 就是因为湖北是天下之中 朝廷一定要放一个自己人 你可以把官文给赶走 但是你能保证新来的人 一定比官文强吗 这个地方朝廷不会交给你 他一定还要派一个自己人啊 而八旗子弟都差不多 然后他一讲 官文这个人毛病很多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有一条好处啊 耳根子比较软 就这个人没那么固执 他容易沟通 他容易听进别人意见 他好商量 如果你不是跟他作对 你好好跟他相处 他反而可以帮你 为什么呢 你是汉人 他是奇人 当今的朝廷 可是奇人的天下 他是通天的人物 有什么事情 你不方便跟朝廷讲 他可以替你摆平 你为什么跟他作对呢 你跟他相处 无非一年多花十万两白银 可是你得到的好处 哪是十万的白银 能够换来的 胡立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当时是大喜过望说 你说的太对了 你说的太对了 插插插 把折子就给撕掉了 就要除好跟官文的关系 官文不是喜欢钱吗 胡立下令 一个月从巡护衙门 拨三千两白银 给总督衙门作为额外的办公经费 然后又把荆州这个地方的竹木税 我们今天讲农林特产税 本来应该巡护派人收 我现在主动让给你总督 你派人去收 收完了以后不用给我讲 直接到财政部去备案就行 这笔钱又落到了官文的腰包里边 官文一看 胡立一这个人还挺够意思 两人关系就开始缓和 那么两人关系真正缓和是怎么回事呢 官文啊 有一个小妾 我们今天讲如夫人 官文这个小妾是非常宠爱 言听计从 一心就想淘汰的欢心 有一次这个小妾要过生日 官文就特别希望湖北的文武百官 都过来给这个小妾来助手 可是我们知道过去 小妾的地位是很卑贱的 官员不可能比小妾来助手 可是官文又特别想讨好这个小妾 那怎么办呢 他就耍了个心眼 放出风气说 哪天哪天我夫人要过生日 等到你来了以后 告诉你听错了是吧 是如夫人 你既然来了 你还好意再回去吗 胡立这些官员一听 哎呀 总督夫人那是一品告命夫人 过生日哪有不来贺寿的道理 到了这一天 大大小小的官员提了大包小包礼物 写着帖子浩浩荡荡都过来贺寿来了 结果来了以后很尴尬 说不是夫人 是如夫人 那么清朝每个省里边呢 都有一个官员 大家可能看清朝的电影电视剧 经常会听到这个头弦 翻台大人 翻台大人 其实正式的关系应该叫不正史 不正史的职位 打正相当于我们今天 省委组织部部长 兼省政府财政厅厅长 管干部 管财政 权力极大 偏偏湖北这个翻台 人非常正直 他根本就受不了这份侮辱 一听说是小妾助寿 脑袋都欺诈了 这个本来的礼物都已经送给人家了 不干嘛 要出来 拿着东西就走 那么大家一看 翻台往外走了 翻台挂大 那怎么办 跟人走吧 哗一下子 都跟人往外走 那么这就让官员 和这个小妾很下巴来抬 这个事传出去要变成一个笑话 狐狸来晚了一些 正好看到这个翻台 气呼呼地带着一篇往外走 还纳闷 警官 怎么回事 这个翻台就说 说你要是夫人助寿 我们作为同事 作为下属 给你来贺寿 这是应该有的理解 你竟然是如夫人 我堂堂的朝廷命官 我是国家正式公正人元师吧 我怎么会屈膝一个贱妾之下 给你一个卑贱的小妾 下跪磕头 祝寿的 这简直拿我们当猴耍 狐狸当时就明白了 竖起当指 好翻台 好翻台 好样的 好样的 但是话音刚末 自己就写了个帖子 昂首挺胸 进去办社区了 狐狸进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下一节再讲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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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